今天我想講講布林寇這件事 這件事看起來最嚴重的 全世界都在關注這件事 每個人都揣測說他放水 又說一直讓步 說了一大輪 就算讓步也不奇怪 他老闆收了別人的錢 他老闆整個家人都收了錢 荒水是應該的 正常的 而且布林肯就是拜登家裡的家臣 一向都跟他們做事的 他們在賓州大學那裡 他們家族的事情是由他去辦的 有幾次他在那裡有份工作 在未做國務卿之前 他在幫拜登家族工作的 也是跟大陸有關係的 收大陸很多錢的 所以一向都是 還有一件事就是他找了51個人簽名 就說拜登兒子的硬盤是蘇聯的 是蘇聯栽贓的 所以根本就是很大的問題 這裏問 布林 不過你看到這次的面積就不是好了 老實說 面積在開會 他自己在他大使館裡面的新聞記者 記者招待會等等 那些口氣 你看不看得到 有一點是很為難的氣氛 我看起來現在開始 就是拜登就開始準備選舉了 那中國抓住他們的痛腳的 不少東西的 他去了這麼多次中國 沒理由沒有痛腳的 兒子也是一大堆痛腳 接著他弟弟也是去大陸的 也是很大的痛腳 所以問題都很大 變成現在我們香港人 就不可以指望他了 基本上他可以搞給中共搞定 他的家人被中共搞定了 他現在到明年選舉 他為了保住自己 而且中共就分分鐘 如果中共看到他現在這麼聽話 如果聽話的話 就可能會幫他一把的 中共很害怕 都是怕特朗普 都是寧願拜登上場 實際2020年的選舉 他得到中共的支持 當然怎麼支持我們就很難知道了 但是我還是堅持我那時候的說法 2020年的選舉絕對是 那麼很多偏幫就不用說了 但是點票那裡是絕對有問題的 那裡中共有參與 中共在點票啊 在其他方面有幫他們守的 有幫拜登守的 當時選拜登來做競選呢 我估計中共在後面都有一定的 主權 這個我的看法很少有人說 不過這個我一直都覺得有問題 而且他們收的錢呢 在華信 他們收的錢呢 遠遠超過 超過一千萬 肯定超過一千萬 分分鐘正在去一億那邊 我收到的資訊 收到很多錢 還有其他一大套計劃的將來 搞石油 油田 全世界搞 跟一些石油公司發生關係 一大堆東西的 就不是這麼簡單 不只是說什麼 那就是擔心 習近平擔心東槍事發 那趕快就撿了那間華信 蠻好多的結構 那麼你自己要撿了那間華信 就要去到這個林鄭 就是這個林鄭 就是他們的財困 那 Arenas 最終會在香港 粗糙了 其實他們還有一個很大的 中國人民的賣家 這些人收的元素 他們還不信任 所以 他們就支出大一千萬港 他們也不信任 在這個吉祥 他們已經把這個大吉祥 也不信任 我們把這家家的財相罷 就是何志平抓了之後 他怕何志平有些人知道 人家已經開始大量查的了 現在都查了 看到四家銀行 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 就是 應該是美國的 美國銀行 就是差不多四家銀行 現在都查了這些東西出來的 那些銀碼差不多在說過億的 而且現在有很長時間炒出來 所有那些錢怎樣炒出來 還有17個錄音 就是電話錄音 那些就未必在美國手裡面 可能在電話錄音 都有可能在美國手裡面 美國有權錄音 如果美國人和外國人通電話 美國是有錄音的 好像我們這樣 我算是外國人 和一個美國人通電話 兩邊都錄的 那17個錄音 電話錄音 看起來就是FBI手的 尤其是那時候拜登是副總統 沒有理由可以隨便通電話 肯定是隨時監督著 今天拜登的兒子都是受監督的 所以那17個電話 我的看法 是說在烏克蘭的天然氣公司 但是美國的FBI 是有收到一樣有東西的 那現在我就看整件事情 那中間政府不肯定會去做 現在市民是很大 你去拿這個決定 這個法官說 但是我家的那些負責 是一個很大財務 但是我這個監督 你有特急就拿出 的即第二次老闆 就是他和外國的領域 但是證明在香港 什麼的 那些文是和外國的領域 我們在他地方 發了出去 漏了出去 給《泰晤士報》 英國幾家報紙都有報 說這個絕對是武漢的 整個世界哪個死人 還有解放軍都有參與的 就是說是武器 你看到整件事 現在看上去 就是國會繼續敵對中共 不斷地國會繼續去 你白宮怎麼你還你做 但是白宮就會盡量做回 就是他欠了中國 收了這麼多錢 所以會做回一些親共的事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這個一直都是 我以前都是 我們以前見的那些高官都是 他不告訴你 到最後他就驚喜了你 他說他突然之間批准 他找誰見你 見誰 除了他 他最初約你那個人 那個就沒有驚喜了 但是呢 之後呢 就算連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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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什麼...黃...黃毅 黃毅都是沒有開頭沒有說的 但是那個我們猜到的 但是好像習近平那些呢 他經常都是的 他突然之間呢 就見一見你 那你又很驚喜 他又沒有...他可以隨時又可以不見你 所以這些...他...中共的外交 他一直都有這樣的做法 這是他的手法來的 他用這些東西呢 他就是可以控制整個... 整個訪問的局勢 他可以控制得到 他喜歡跟你...跟你... 親一點就親一點 什麼... 那麼他這次呢 應該是達到目的的 美國有某方面呢 尤其是我猜華為那裡的那些方面呢 就放了水給他的 還有呢 就俄羅斯那裡呢 可能沒有公開說他 疫情那裡呢 也沒有公開說他 那個氣球又有個報告的 這次出了報告呢 他又按住不給... 不給布林肯帶過去 那個氣球 這次那個氣球都出了報告的了 就是裡面人家... 根本當然是軍用的啦 那他又說以我又成... 那就... 就是拜登呢 就是可以說呢 就是... 就是就住他 就住中共 就... 不是不揭開他那些 如果要揭開的話 很多東西要揭開的 所以呢 就... 但是國會那裡一直都沒有... 國會很不開心 這次布林肯去到這樣 所謂都算是讓步啦 國會非常的不開心 所以那裡邊呢 還有很多東西會發生 因為在美國呢 我看了差不多五段新聞了 都是國會的 國會的人和共和黨那些大佬 非常的不開心 就是說沒理由不追究的 你說只是病毒 索緣 現在個個都說知道是武漢啦 你那時候說謊話 又拖遲了給全世界聽 美國死了百多萬人了 一百一十萬了 到現在還在那裡還沒完的 那麼美國死了這麼多人損失這麼多的錢 他遲早是要索賠的 英國那些就已經開始了 那麼美國國會呢 已經通過那些法律呢 就可以容許任何人直接告中國 封它在美國的資產 敢利索賠 這個以前呢 人家國家你就不准告的 但是為了這件事呢 國會要通過的法律 就可以個人啦 也好公司也好 國家也好 都可以向中共索賠 索賞